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三江出海一尺还乡 乔批历史文化展在柬埔寨金边举行 善减两地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朋友 面对面谈合作 有利促进善减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资高质量发展 短短一天急促成13个项目成功签约 签约金额6亿多元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公餐陈聪 金边市政府副市长盛万娜 简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 汕头市委书记温战斌 副市长李昭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金边市政府 柬埔寨桥团 汕头经贸代表团 与两地行业协会 且代表等400多人参加了活动 2024年是中简人文交流年 本次经贸交流会 由汕头市人民政府和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主办 旨在抓住中简人文交流年 和RCEP生效的重大机遇 进一步拓宽双边经贸合作渠道 推动两地经贸交流协作深入发展 交流会上 汕头市和柬埔寨首都金边市 共同举行了建立友好交流城市的签约仪式 市委书记温战斌 和金边市副市长山万娜 共同签署协议 金边市13个区的区长和我市有关领导 建政签约一事 协议将为未来两市 在经贸 农业 人门 旅游等领域 进一步合作 构建重要平台 中国汕头农科所 柬埔寨 江华集团 水稻高产试验田 和中简潮汕菜文化交流中心 在会上分别接牌 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协会 汕头市城海区玩具协会 汕头市大健康协会 做主题推荐 围绕产业集群优势 经济潜力 合作基础 向柬埔寨企业家表达了诚挚的 合作愿景 并举行经贸合作项目签约一事 13个项目成功签约 涉及金珠口贸易 技术合作 以及战略精致合作 涵盖 纺织服装 食品 生物医药多个行业 签约金额 6.4亿元人民币 活动现场 还通过潮汕美食展示品鉴活动 和潮汕供物茶艺表演 多维度地展示潮汕文化 包括红桃果 石头鹅 牛肉丸等在内的 十多种潮汕传统美食 走进柬埔寨 不仅让柬埔寨有人和众多乡前 在海外品尝来自家乡的味道 也加深了华人华侨 对潮汕文化的认识 促进潮汕文化传播 活动当天 2024年 三江出海 一纸还乡 桥皮历史文化展 在柬埔寨金边开幕 来自柬埔寨的桥团商会 知名桥岭 华门学校师生代表等 一千人参观展览 2024年是中简人文交流年 在桥皮历史文化展现场 近百幅桥皮及相关资料图片 串起近百米长的主题展现 还特别加入12个柬埔寨桥皮故事 将华侨华人的移居史创业史 威威道来 一封封批信 生动展现广大海外华侨 出洋谋生艰苦奋斗的移民历程 和新系乡子不忘根脉的深厚情怀 参观者仔细端详 被深深吸引 柬埔寨著名乔领 前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 在现场收到一封来自汕头的 特殊回批 这里是您母亲的那个学习 成绩表 成绩表 最珍贵的 然后这个是写的一首 这个是这个 百年前也有这首 很烂啊 然后现在放的就是这首歌 去年底 方乔生回到家乡潮汕 开展一场寻根之旅 参观走访 母亲曾就读过的汕头华侨中学 参观时方乔生提及 母亲年轻时诗场 将一首校园打游诗挂在嘴边 那也是他儿时的家乡印象 此次赴柬埔寨 举办乔批历史文化展 我是相关部门别出心才 制作了一封批信卡片 赠送给方乔生 卡片上有方先生母亲的 学籍档案和成绩单 以及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学生的画作 还原百多年前的求学情景 并将他母亲当年 在汕头求学时的打游诗 编成童谣 以清脆的童声 唱出百年前的青春印记 我觉得很激动啊 第一段的一百年前的事 这个声音落在我的脑子中 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做了一件生意了 几乎他收入的 大概百分之三十吧 都决定走过的情形 中国人来 他很勤劳 很图素 又很正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经验 现在我们家族传到第四代 这样给大家去欣赏 你的阿老妈那个时候的 在这个故事了 展览还在特色美城 和互动场景中 融入隐藏款桥皮 并嵌入出花园 潮剧 潮菜 简纸 欠词等 非遗元素 让参观者 沉浸式感知 桥皮文化精神 体验潮汕文化魅力 此次展览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指导 汕头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 汕头市侨务局 共同主办 是汕头 桥皮出海计划 2024年的第二站 此前 汕头已在 马来西亚吉隆坡 举办桥皮历史文化展 活动中 汕头市还赠送 100件桥皮资料 给柬埔寨 华人华侨博物馆筹 通过这样的活动 和这些图片宣传 资料 一切的资料 通过展示出来 就会让到 整个在当地的 华人后代 对家乡和对祖国 一种情怀 然后也能够唤起 我们下一代的心跳 对先辈 来到 当初来到 柬埔寨在创业 和谋生发展 的历史 激发我们 对家乡 对祖国 这些文化的 一种深厚的情怀 有非常 就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它可以让我了解到 以前的历史 让我就是 了解到课本以外的 这些文化 我非常感兴趣 柬埔寨的华人里面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不说我们朝人 占华人里面的百分之八十 左右 他们 给他们了解 当时的这种 调皮 这一种 途径 一种文化 给服务大家 这个很好 8月13号 扇斗市 2024年 立法工作会议召开 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 传达贯彻落实 全省立法工作会精神 扎实推进 扇斗市 三年立法规划 2023至2025年 和2024年 立法工作计划 落地落实 是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 主任向天保 出席会议并讲话 一年来 我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统领 围绕市委中心工作 聚焦服务走好 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之路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推进百千万工程 绿美汕头建设 和传统文化 传承保护 等领域工作 音须 应时 统筹 有序开展 地方立法 为我是经济社会发展 和特区建设 贡献法制力量 全年制定法规7件 修改法规4件 废止法规5件 实现立法数量 和立法滞效 双提升 向天保强调 要坚持 党对立法工作的 全面领导 准确把握好 新时代 经济特区建设的 职责使命 以高质量 高效率的立法 为汕头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提供法制保障 切实将党的 全面领导 具体的现实的落实到 立法工作 全过程各环节 主动对接 汕头的重大发展战略 重大改革举措 选准选好 立法项目 聚焦全市中心工作 谋划地方立法 推动市委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 要始终牢记 经济特区的光荣使命 自觉扛起 赢斗赶上的历史责任 大胆探索 符合汕头经济发展 和社会治理的 经济特区 立法路径 有效引领和推动 经济特区 高质量发展 向天保强调 要大理弘扬 特区精神 以立法 激活 改革 开放 创新 三大动力 以立法 引领 推动 规范和保障 改革发展 切实 用足用好 特区立法权 和社区的 市立法权 以法治 引领 推动 汕头 在新时代 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要坚持和完善 立法工作格局和体制机制 在市委的领导下 强化人大主导地位 发挥政府依托作用 动员各方力量 注重质量摆在首位 坚持立法 依靠人民 推进普法 融入立法 提升备案审查 监督史项 加强立法能力建设 形成共同做好 立法工作的强大合力 副市长黄海报告了 市政府2023年立法工作 指出 全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坚持问题导向 不期短板不足 强力推荐我市政府立法工作 再上新台阶 会上 市工业和新鲜化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商务局 结合部门实际 做交流发言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辉 李绿岸 马祥 陈伟波 卢碧辉 秘书长黄美鹏 参加会议 8月13号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 基层立法联系点 授牌一事 向优化精简提升后的 基层立法联系点 授予牌匾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向天保 出席一事并讲话 自2018年至今 市人大常委会 先后分三批 设立了7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一个立法联系点 为我市进行全国城人民民主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提供有力支撑 为贯彻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决策部署 建设好 运行好 我市基层立法联系点 经充分考虑区域 领域 均衡性等因素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对原有的立法联系点 进行优化精简提升 将原有76个立法联系点 调整精简为20个 调整后的立法联系点一个 基层立法联系点19个 涵盖高校 乡镇人大 街道工委 行业协会等 向天保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基层立法联系点 在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中的重要意义 自觉践行和发展 全国成人民民主 坚决扛起建好 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重要职责 要把握功能定位 把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成为 践行民主 展示民主的重要阵地 在思路上 在拓展 在质量上 抓提升 在特色上 做文章 进一步把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 做深 做细 做实 是基层立法联系点 成为基层群众 参与立法 监督执法 宣传普法 和促进手法的重要平台 要加强协同配合 提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工作滞效 形成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 亮点分成的新局面 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辉 李绿岸 马翔 陈伟波 卢碧辉 秘书长黄伟鹏 出席已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吹响了进一步 全面生化改革的冲锋号 连日来 全市政协系统 多层面多形式 深入传达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 积极开展宣传宣讲 凝聚改革共识 汇聚分界力量 且是把全会精神 落实到政协履职实践中 为分离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汕透实践新篇章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在全省全市干部会议召开后 市政协党组第一时间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 部署近期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安排 及时召开干部会议 对全市政协系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进行部署提出要求 积极创新学习省事举办青年讲坛 组织来自不同界别的青年委员 和市区县政协机关青年干部 围绕学身悟透全会精神 谈感悟化新生 持续推动全会精神 入心入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广大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一致表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者 推动者 作为经济界别的政协委员 我将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内行 认真屡职尽职 发挥业务专场 更好服务上头高质量发展大局 上头具备发展冰空经济产业的良好基础 还拥有丰富的海岛自长景观和文化渔场 永远皆此契机 在低空经济领域实现创新突破 下一步 我将施入学时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为上头因地制宜 加快发展低空经济 做出更大贡献 各局县政协迅速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角色部署上来 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与政协履职工作结合起来 以实际行动为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汕头篇章 贡献政协力量 举办学习贯彻党的20届 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即全市政协主席同心读书会 市政协主要领导围绕全会 做出的各项重点改革任务 紧密结合政协实际 做主题宣讲报告 各区县政协主席 在前期深入学习领会 全会精神的基础上 分别做学习体会交流 及换车落实情况发言 近段时间来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结合履职工作 及挂钩联系百千万工程 相继深入基层一线 面向基层干部群众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三中全会精神 进行宣讲和阐释 持续推动全会精神 深入人心 市政协领导还带队 前往香港澳门开展学习宣讲 组织在港澳的山头级 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委员 市政协委员 及区县政协委员集中学习 实现四级政协委员 同步学习领会 同步贯彻落实 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市政协坚持把服务助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履职主攻方向 以政协履职之校 服务全市改革发展之为 持续推进协商民主机制建设 不但丰富完善协商议政体系 积极做好 政协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 现好用好 界别行业产业政协委员工作室 整接到政协联络工作室 常代化开展 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 以高质量履职成果 助力全面深化改革 以实际行动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五周年 人民政协成立七十五周年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安排 三月十八号至六月九号 十二届市委第五轮巡查 完成了对十三个市职单位党组织 十二个区级党委部门 四个镇街道和四十一个村社区的反馈工作 八个市委巡查组 采取一对一反馈和集中通报相结合的方式 向被巡查党组织 传达了市委书记温战斌 主持市委书记专题会议 听取本轮巡查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要求 全面详实反馈了巡查情况 并提出意见建议 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 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市纪委监委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 分别参加反馈会议 切实传导巡查整改责任压力 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反馈指出近年来 被巡查党组织党的建设得到加强 管党治党缺得新成效 相关职能部门履行主管监管职责 为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任务 落地落实做出了贡献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必须高度重视 认真解决 有的落实百千万工程部署有差距 未能以投号力度推动投号工程 有的履行职能责任不到位 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不及时 有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到位 一些关键岗位重点领域存在连接风险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 有的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待强化 同时本轮巡查还发现 被巡查党组织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执行党的组织路线 落实问题整改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 反馈强调 被巡查党组织务必把抓好整改 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 全面认领深刻反思举一反三 从政治站位上查根源 从责任落实上找差距 用更大的精力全面系统抓好 巡查整改工作 要突出政治站位 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落实整改要求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巡视工作条例要求 在巡查整改上见真章动真格 认真整改是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 是促发展的现实需要 是守纪律的政治要求 要突出严的基调 以务实管用的措施推动整改工作 做到严格工作规范 严把整改质量 认真梳理分解任务 定则定岗定人抓好落实 建立台杖逐项消耗 确保在集中整改期内各项任务全面完成 要突出标本监制 以扎实有序的工作强化成果运用 坚决防止过关心态 为难情绪 懈怠惯性 坚持举一反三重点突破 有表几理 推动整改常态化 长效化 巡查期间 市委巡查组还发现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以按相关规定 转纪检监察机关等有关方面处理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